玉里火车站旁铁路局宿舍在4月28号傍晚 串出了浓烟 消防队立刻出动6个分队 大约50个人前往旧火 因为燃烧建筑是木造宿舍群 加上风势很大 火势很快就蔓延 浓烟不断冒出 燃烧有一个多小时才被控制 消防队表示 火灾地也是台铁的旧宿舍 平常没有人居住 有街友在附近活动 火势控制之后 逐一清查确认没有人员上网 玉里火车站旁的铁路局宿舍 被列为文化资产 但周五下午5点多 因不明原因开始起火燃烧 现场农业密布 紧销到场时 房屋已经陷入火海 造成漏洞受损 赶紧搭水线灌旧 花费约一个小时成功控制住火室 发电线消防局指出 火灾地点为台铁旧宿舍 平时没有人居住 有街友在附近活动 火势控制之后 将逐一清查确认无人员伤亡 目前因为我们来的时候 这边都是空屋 它这个烧的这几乎都是空屋 不过因为我们怀疑现场 会不会有游民 所以我们现在灭火完之后 我们准备人员要进入搜索 大家看有没有游民在里面 目前燃烧房只知道了有 4号 6号 10号跟12号 因为它是联动的 所以详细的我们还是在清点 玉米车站铁道宿舍群 具文资身份 但所有权属于台铁 火灾后会派专业服务团队线刊 了解毁损的情形并且记录 做出后续的评估作业 记者高双双玉米车采访报导